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的挖出了过去他打卡吃海鲜 以及上节目吃海鲜的照片贴文打脸 志强在台湾吃海鲜到底是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呢 这个女星这个杨成林 她在大沃的节目上 喊言她说什么 她说她早年的时候家庭经济压力大 据我了解她小时候家里是蛮贫苦的 然后是说她就说 在台湾没有吃过什么海鲜 吃海鲜是奢侈 她当然主要是说她小时候的情形 然后我们也知道此一时彼此 现在这个经济也比较发达了 杨成林说她小时候家境不好 吃海鲜是一个奢侈的事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经济 这个民生 这个普遍这个匮乏了 那吃海鲜的确是比较奢侈的事 所以我那时候拼起来我也不以为意 然而由于这个绿营的仇中情怀 而且杨成林又是在大陆说这些话 自然不容易绿营 绿营很快就逮住这个机会 马上怎么样 就几个断章取义 截头去尾 把他整个事实整个给歪曲了 把他歪曲了之后 而且还发动这个媒体 还有网军等等 来批评他 在我的感觉 这根本就是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 这种霸凌 那令人讶异的是 台湾的内政机构 在他的脸书 本来是在发表这个文宣宣导这个反诈骗 可是竟然在 也连带了讽刺 他这个杨成林这个海鲜论 说什么笑死了 竟然还有人说在台湾吃海鲜很奢侈 内政机构的这个负责人 徐国勇还表示支持 说话写最东西的小编 可是随后 很快的 大家经过一些人反应 他又把这个曾一文把它删掉了 等于他就自打嘴巴 他不但没有去纠正这种无理的淋霸行为 反而他去落井下石 跟着绿营人士一起去淋霸同胞 这个明明很明眼就是 就是用公器私用来淋入不同意见的人 吃海鲜是不是奢侈 并不是这一件事情的这个要点 重点是民进党和绿营的网军的霸凌 因为年底很快就要接近选举 民进党很显然的就想要利用这次的事件 试图做一些政治的操作 发起这个反中啊 仇宗那种意识来获取选票 他为了选票 民进党可以不顾的一切 这个去扭曲这个事实 然后大肆宣传攻击 这种行为简直是卑劣 而且甚至动用公器的力量 去网络霸凌一个国民 这几乎就是一种独裁的行性 当然台湾这些单位 还是有一些比较看不下去的人 比如说这次这个台湾这个行政机构 这个政务委员张景森 他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发文利品这个杨晨宁 他说有一大堆的网络的盲流跟风 把霸凌当作有趣 让它不寒而栗 而且还有 而且然而还有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多少的绿营人士或者网军 能够真正的看清楚 这场海鲜之战 所凸显自己内心的生徒 有多么的刻薄 有多么的寡情啊 那张景森他也表示说 杨晨宁在大陆工作 他介绍自己是台北市长大的 他是广东人 也许他爸爸是广东人 所以说他自认自己是广东人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尊重的 没有人因为 可以因为自己的认同 而遭受到攻击 那杨晨宁也说 从这个他这个事件来看 他并不是在贬损台湾吃海鲜的奢侈 而是他说他小时候家境不好 吃海鲜很奢侈 这个表达方式可能是有点不轻 可是他就是一个艺人 就这么一点小错 然后就有人要拿这一点 芝麻豆的那种大事情 来狠批来打他 然后还有一些网路跟风 把这些霸凌当有趣 这实在是令人觉得很忧心 近20年来去中国化 在台湾几乎已经成为这个主流了 杨晨宁说了一句说 我是广东人 也要遭到台湾这个网军和地银的攻击吗 他在节目也说他在台北长大 就像我一样 我也是在台湾出生的 但是我父母亲都是山东人 我记得我们在台湾 读小学中学的时候 必须要填这个你的籍贯 那我必须写山东人 这也是体现过去这种台湾的历史的 这种复杂还有多元 现在在台湾的话 如果我还是说 说我是台湾出生的山东人的话 我在想 甚至我几乎也肯定会被台湾的网军和绿营 口诛笔伐 如果只因为认同自己的出生 就遭到无情的这个谩骂 那民运党所标榜的尊重啊 理性啊 还有谦卑啊 在哪里 台湾过去一直说 台湾人的善良在哪里 眼看当前两岸的关系 不断的被意识形态操弄和丑化 民进党他为了这个政治的利益 来操弄这个民意 将一个和谐的社会 带到内部的深列 还有族群的对立 我相信在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去年台湾民间采购BNT疫苗曾引发了是否遭到政府组党的争议 近日呢 从辞济执行长延伯文口中证实 前卫福部长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被追问此事 但是回应时仍是含糊其词带过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12号在大新闻大爆卦的节目当中指出呢 说陈时中说谎成性 当他说谎的时候会把句子拉长 增加许多借系词来模糊焦点 志强陈时中说谎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习惯的吗 人在说谎往往就是故意的模糊 就在模糊啊 就是让你这个感觉上 让你抓不清楚 你抓不到他把柄 的确有这种倾向了 那这次事情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这个 实际的这个慈善事业基金会的执行长 严伯文 他在日前接受采访 他首先说 在2021年的时候 台湾那时候疫苗缺乏的时候 实际那时候去买疫苗的过程 他说那个时候 实际当打算要买疫苗的时候 很多的工商界还有政界的大佬 都劝实际不要采购 因为当局不会这个允许 那个时候民营党当局在这个采购的疫苗上 是无所不用的 举起这个杯葛阻扰了 但是实际那时候基于这个慈悲救人 人愿意一试 一直到这个政研法师 那时候真的民营党一直在阻扰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采访 在节目上我也说过 他不断地就阻扰 外界要买这个BNT的疫苗 最后 到这个政研法师 也都生气了 直接发言去批评 那他这么一批评嘛 当然全台湾的媒体都爆了 实际在台湾算是力量很大的 所以说逼着这个蔡英文 这个跟这个政研法师视讯 然后做种表态 然后完了之后 实际的疫苗申请才一路开绿灯 可是在疫情 这个时候 现在台湾疫情再度爆发的时候 这个民间 还有台湾这些宗教团体 就在感慨 检讨这一段的过程 对这个疫情的指挥中心 防疫的无能 感到痛心 所以说很多人事实上都记得 我们在节目也讲过 在有些民间的企业 那个时候无论池季 或者是郭台铭的永林企业 或者是台积电 还有甚至有佛光山 还有花莲县政府 云林县政府 国民党张亚中等等 都想办法 进口到台湾来 可是都没有办法突破 这个疫情这个指挥中心的 这个审查会议 他们都是用一些什么 公文的补件 公文的旅行 阻挡慈记团体 还有地方单位的采购 总言而知 那时候谁都不准进口 那这次慈记 严博文他所述说的 事实上跟那时候 我们看到的事实 是一致的 都是事实 也是大家也是众所周知 那从去年五月 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 民间那时候就很缺疫苗 最严重的是连医护人员 都没有疫苗可以打 非常危险 那宗教慈善团体 企业都愿意主动来买疫苗 准备带回来捐赠 但是就是不通过 那时候天天有人死去 医疗也沿入的危险 民进党那时候 那时候不愿意这么做 不断的拖延 其实那时候就是为了护航 还产了这个高端疫苗 而延迟这个采购 这个国际的疫苗 那时候蔡英文还亲自作秀 亲自去打这个高端 也是希望台湾的老百姓 来支持台产这个疫苗 可是嘛 是非好坏在人心 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清楚 这个老百姓就是不相信 这个高端的品质 那民营党那时候推销高端 疫苗不成 再动员打高端 这个疫苗失败后好 虽然在民怨沸腾之下 还是一直在刁难这个 买这个国际的这个BNT疫苗 那持绩那时候基于这个慈悲 愿意这个尝试 这时候才得到这个 台湾这个卫福机构 这个疫苗的采购 陈思忠这时候他说 他去年没有阻挡疫苗 甚至说蔡英文只是这个 当初只是出面协调 不好处理的事 明明就是在 就是在撒谎 那至于为什么 蔡英文出面 这个慈悸啊 郭台铭的永离基金会啊 还有台积电所购买的疫苗 就很快能够通过批准 这个根本 这个陈思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解释 就是在欺骗台湾人的智慧 还有记忆 这个事情啊 现在主要是因为这个 陈思忠 他要选这个台北市市长 才被人翻了出来 反而这个时候 他一口咬定没有 可是大家都记忆犹新 陈思忠现在就 陈思忠这个时候 等于说就是 是个撒谎 撒谎呢 自己都没有感觉 那国民党这个 这个台北市市议员 这个许小新啊 就说啊 这个陈思忠 这个说谎 陈信啊 当他说谎的时候 他会把句子拉长 增加很多借词啊 还有这模糊的焦点 比如说有人进入机舱啊 是为了拆掉这个 复必泰的这个字条啊 或者BNT啊 不是在深圳分装的事实啊 他都用谎话啊 来这个混淆视听 现在听到陈思忠 反复的说啊 没有阻挡 其实只要翻出 那个时候的 当时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一件件的事件啊 都是历历在前 也让陈思忠这个信用啊 完全破绽 所以说 那个时候 如果是为了高端 为了谋财就算了 但是不进疫苗 不顾人民的死活 就是要搞这个意识形态 为了政治因素 可以牺牲人民 可以说啊 根本就是没有良心可言 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那现在陈思忠还要撒谎 说没有主党 我想就让人来选择这个 是相信辞职的说法 还是民进党的话 我相信啊 大部分的人啊 都会选择相信辞职 朱立伦在9月12号出席活动时 对媒体说呢 说国民党对两岸关系 是稳健务实 并且是长期累积的 九二共识 在国民党党纲 党章都讲的是 非常的清楚 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原之原味 不能够改变 这是国民党坚定的立场 但是朱立伦在今年6月 访美发表演讲时说呢 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是创造性模糊 志强你怎么看待朱立伦 这两种前后不太一样的说法 因为这次啊 最近这个大陆的观谋 就叫人民政协报 他指出啊 说九二共识 只有一中 没有各表 而且批评这个国民党的高层 偷换概念 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那外界的解读啊 为什么大陆这时候会这么讲啊 就是朱立伦的这个亲美路线 引来这个大陆的这个官谋 发表这篇文章啊 我还记得这个朱立伦当初在今年这个6月那个时候 来美国访美的时候啊 他那时候在那个Brookins Institution 就是布鲁军 军师研究所 那时候他对这个台湾的未来方向 发表过演讲 那个时候他对这个九二共识的看法的时候 他那时候说 他说九二共识啊 是两方的建设性啊 九二共识 创造性的模糊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他认为不要浪费时间 在九二共识的本身 重点在解决问题 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以前 还是要用这种方式持续交流 国民党希望这个搁置冲突 向前迈进 他在美国当 讲出这种九二共识的这个论述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都记忆犹新啊 当时此言一出的话 在国民党内 也立起宣取了这个线然大波 很多国民党人士或者支持者 都对朱立伦的言论大表失望 也痛批这个朱立伦 背离国民党九二共识的路线 反而被这个民营党牵着鼻子走 然后他在美国说这些话 固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或许是选举语言啊 可是两岸之间的和平相处 是国民党的强项 国民党过去坚持九二共识 在马英九执政八年的时候 带来了很多的和平红利了 那所签署的F卡至今 还是在维系两岸紧密的经济关系 这些东西台湾的经济成长 事实上跟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 有完全的关系 那那个时候据我了解 朱立伦在美国说了这些话 然后在美国的最后一场 在洛杉矶的欢迎会 也是欢送会 当天他就要回台湾 本来预计那时候有四五百个人 要参加这场海外侨胞欢迎会 可是因为朱立伦这一番言论 引起这个舆论的话 导致很多国民党的党员不满 最后纷纷退出抗议 最后不到三百个人参加 甚至有些参加的人 也必须跟其他抵制的人解释 为什么他参加 事情就到了这么严重 那国民党朱立伦的九二共识 他说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还有两党对这种两岸叙述的路线 事实上已经脱离了 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 尤其是说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届领导人 最为倒退的两岸路线 所以大陆方面 自然对这种言论不满 异于言表 那朱立伦那时候说出这些话 因为身在美国 向美国一面倒的宣誓 可是国民党的大多数 还是认同九二共识 并不全然支持向美国一面倒 如果朱立伦试着回避九二共识 想要跟着民营党的路走 那两岸的关系 就可能持续对立 那国民党跟共产党两党的沟通 也就变成非常的局限了 那这次他在这两天 他在九月十二号出席这个台北市 这个里长选举的这个这个 提名大会 传结大会的时候 他就对这个大陆的观摩的说法 就回应 他说他国民党这个两岸关系很稳健 务实 长期累积 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 在党章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原汁原味 不能改变 这可能就是针对这个大陆的官媒 所说的话 他做出了提应 所以说怎么讲呢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你那时候在美国 干嘛说回这些话呢 伤害到两岸的关系呢 我想这绝对不是 大多数国民党人所期待的 前连电的董事长曹星成 日前召开记者会 秀出了身份证 宣称将会资助训练 三百万名黑熊勇士 与三十万名宝箱神社 对此呢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透露呢 说老曹啊 第一个会跑 曹星成至今 还是新加坡籍 志强 如果吴子佳说的是真的 自己加入了新加坡籍 帮台湾训练三百万名 黑熊勇士和三十万名的 宝箱神社 您觉得说得通吗 根据报道 这个 这个新加坡的官网的讯息 来说的话 新加坡的法律 禁止它的公民 取得或保有这个双重国籍 也要求新加坡的公民 必须使用这个新加坡的护照 来进出新加坡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新加坡的移民 还有这个关卡的官网也说 要放弃新加坡的国籍流程 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有些个案可能更久 那既然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处理 曹星成目前 可能仍然保有这个新加坡的国籍 那他这样开的 这样开的记者会 他对于这个新加坡国籍的处理方面 他始终没有对外面说明 那对他而言 这个身家这个上亿的这个大老板 他当初为了赚钱 不惜到这个大陆去这个设厂 那想去赚这个人民币 那可是在陈水扁的时候 因为主张这个借级用人 就他就偷偷地跑到 他就跑去大陆 去搞了一个这个江苏和建 然后又主张这个统一公投 甚至加入了新加坡国籍 一直到2018年 2018年还四年前 2018年前 他那时候还制作了个影片 主张两岸统一 提出这个两岸和平程序 然后到了2019年 他就马上就变脸 现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公然那个污蔑主要共事 又对当年到这个大陆去设厂 表示这个后悔 然后这两天最近吧 又摇阵一变 变成这个台独的急先锋 又恢复这个台湾户籍 这个统独的立场转变得快 真的让人这个目不皆暇 可以看出这个人 根本就是一个这个善变的人 那他的善变 完全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和善变 而且什么 因为环境可以变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不变 他如果为了保存自己 为了自己的自保跟生存 也有可能再改变 像这种变来变去 唯一利是主的人 角兔有三窟 如果他仍然保有新加坡的护照的话 我一点都不惊讶 而且根据报道 曹新人当初并不是以投资移民入新加坡籍的 而是新加坡政府花了相当的心力争取他入籍 并且给他这种就是说什么2012年以前 随时都可以入籍的这个高规格的礼遇 但是新加坡也期待他对这个 对这个表示认同的前提向好 希望他只保留新加坡国籍 所以说那时候的确曹新人是只有新加坡国籍 那至于这次这个 这个 这个 吴子佳就说嘛 说既然这个 曹新人很有可能还是保有这个新加坡国籍 他说如果说两岸开战的话 吴子佳认为既然这个曹新人是这个唯利是图的人 他可能第一个落跑 因为有一个新加坡人跟他说 新加坡要退出国籍很难 但是曹新人目前还是新加坡籍 他讲话他负责 他觉得曹新人到时候一定会落跑 真的是我觉得 谈话讲叫头咖排皮 就是头脑不清楚 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我觉得做人在这边还是要有这种良心道德的底线 你这样变来变去 只因为或许在大会上受到伤害 或者是马英九那时候没有给你什么 你就马上就这边 我觉得也太情绪化一个人了 那你现在又要搞这个黑熊勇士 大家现在一看这黑熊勇士 其实就是 就是此起 清末那时候的这种 就是一额团嘛 就是靠了民兵来斗嘛 事实上也不可能了 因为台湾本身不准许这个台湾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拥有枪支嘛 你去搞这些东西你说 行得通吗 听起来这个就是 就觉得蛮好笑的 我觉得就是个笑话 好的谢谢志强 那么以上的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马台长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